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仪式之前 步入人民大会堂的委员们依旧被记者们围追堵截 来看看他们今年关注什么 会给国家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哪些意见和建议 18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是全国上下谈的最多的话题 当然也尤其受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关注 那么大家集中比较集中关心的话题 除了政府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以外 还有就是国有企业应该怎么改 提起提子应该怎么搞 法治中国应该怎么去建 权利拿到手里它是当命根子来看着的 怎么样真正把它的政府职能 政府的公共权力引到 跟咱们的现代市场体系相匹配的状态 放得更快一些吧 比如说什么地理运营商的台照啊 什么这些让我们想做的事情 能够更少一些政策上的支援 居高不下的房价往哪个方向走 弥漫北方和中东部的雾霾怎样消散 腐败问题如何根治 针对国际民生发展的热点和难点 委员们都在思考 把政府不能管政府的市场 由交给市场的房价企业 去开放啊 然后呢你把保障坊建成好 这是一般来说的 就像北京什么上海这些市值下室 中央应该有不同于别的城市 和省区的重年监管的措施 比如说有些企业就得关停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 所以也会跟实际利益发生冲突 但是我觉得为了全民的福利 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 这项工作呢 它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 所以呢 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还要从法律和制度入手 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特派记者袁文艺 沈倩 张英 北京报道 ckley 沈倩 沈倩 叩筹